最近啊,有很多人爱的我,都让我讲讲凤姐这个事啊,然后本来呢,这个热度已经过去了,然后后来呢,我看还是有人在问我,我就这么说一下吧,因为很多人一直拿这个凤姐啊,很励志啊,这方面来说啊,从某一方面呢,我想说,凤姐确实是一个比较励志的人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朋友们啊,有些时候捧一个人取得的成就的时候啊, 咱们就特别喜欢往高了说,你知道吧,因为其实这个事呢,我本来也挺无感的,我有感的一点啊,就是说,有些的朋友啊,就把他这个,就捧得特别高,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的人,凤姐上那个学校啊,我极为熟悉啊,就是著名的,咱国内叫皇后学院吧,然后我们那边就叫昆斯科学,首先啊,在美国一个人啊, 你考上了大学,或者是之前没上过大学,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一个大学,其实嘛,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励志的地方啊,因为这在美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啊,有些人可能说,你又吹美国,我没有,这真的没有,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国情不一样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博士生,我们会觉得很厉害,对不对,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博士生,就算现在咱们国内博士有点泛滥了,但博士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存在啊,对吧,啊,那博士出来的平均水平还是要,啊,很高很高,领先于其他的学历的人,对吧,呃,但是呢,在美国呢,讲句实话, 一个博士的收入不如一个蓝领,呃,比较普遍,啊,比较普遍,因为在他这儿呢,你读个硕士啊,或者你是后来成为博士啊,他不是,因为博士不是学历嘛,他不是一个特别,呃,罕见的事,因为美国最不缺的就是这东西,你知道吧,啊,那真的是,你要不进大公司的话,嗯,那你的收入真的不一定有一个修水管的高,有一个开刁车的高,开卡车的高,而且甚至可能人家会拉你很远很远,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而是跟美国他的这个收入构成啊,他这个社会形态有关系,啊,那你说是吧,你这样说人家,那人家那个大学就是很好啊,啊,就是这个,啊,排名属于怎么怎么样的大学啊,对吧,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个大学啊,所有在纽约生活国的人都熟悉,上过学的人都熟悉,因为这在美国就是,这在纽约啊,就是很大众的一个大学,很多人我看说,怎么在纽约公立排第八, 这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纽约啊,一般我们都这样几个去处啊,对于华人来说,一般你要是考不好,啊,你要没大学上了,那就QCC,啊,社区大学,对吧,然后呢,你如果要是考的还行,一般,啊,那就QC,啊,QC就是这个所谓的皇后学院,你也甭跟我说什么,他在纽约排第八,在什么排第几,你干嘛,这个时候你不提世界排名了,对吧,你应该提世界排名嘛,纽约它不代表所有的纽约学校都好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包括在之前的那几届, 那我们是全纽约,乃至在全美国排名都很靠前的一个公立高中,后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学区又改了嘛,就把上面的那个黑人区给化进来了,化进来以后,啊,我们的学校,啊,在短短的这十几年就变成了一个很一般的学校,或者只能算中上等了,就是你综合来看,只能算中上等的学校了,不算一个很好的学校了,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啊,学区发生了改变,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啊,这个学校呢,我,其实每个学校你想知道它怎么样,你都可以去QS排名查,啊,QS排名查,给大家几个参考吧,很多人说,QS排名啊,US News排名啊,把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学校给拉低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它还是有一个参照,那这个学校呢,在QS排名里,在全世界排的多少呢,排第1400多名,啊,在美国排多少呢,大概排287名,所以说这个学校实在是不能算一个名校,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啊,我觉得凤姐这个事儿确实比较励志,因为你像,对凤姐啊,这样一个人来说,对吧,啊,可能之前啊,学历也没啥学历,然后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打工啊, 最终考上大学了,因为咱们中国人对上大学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情节的嘛,对吧,情节非常大,啊,就好像是你不上大学就,嗯,就不行,啊,然后但是呢,最终人家还是考上一个大学,当然还不错,啊,但是我觉得过分去吹,在纽约排第八的名校,还名校,这个名校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只有在纽约很多人知道,啊,出了纽约没人知道,啊,就名到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在纽约,啊,如果是纽约皇后去搞 一个排名的话,他应该能排前几,啊,就是这么一个程度,啊,一般学校吧,啊,啊,很多人说,那你说世界排1400名,那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啊,我给你一个参照啊,科学的排名,我们中国的大学,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啊,就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好的学校,九八五二一一,基本上都在前几百名吧,咱至少,像清华北大这种,那那就直接前几十名了,是吧, 你像即使像之前退出排名的这些人大这些,也都在四百到六百之间,啊,农大这些都在四百到六百之间,啊,那就是说 1400名,那即使拉到咱们国内,也就是一个九八五二一一以外的 一本水平,或者是二本水平,啊,很多人说,那这也不错了呀,但是你要明白,美国的学校 它是有加持的,啊,它可能本身 不一定就比咱们的二本好,而 它的排名,由于它又是纽约的学校,它这个排名是有加持的,你明白吧 就像英国的一个很水的学校,然后它排 前二十,或者前四十,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说 它即使是在英美自己的排行榜,都已经到这个地位了,在美国的国内 啊,你都排到 快三百名了,你想想就这个,啊,它不算是一个什么 特别啊,那个什么的大学啊,就是 我只是说,啊 确实看到有些人捧得太高了,太高了 没必要,啊,我觉得上大学 本身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值得开心的事,因为 很多人说,你有个调查吗,有个了解吗 我不用调查,这个学校我 非常熟,非常熟,啊,熟到 我认识那儿的毕业生 可能认识没好几十,也得有一百 啊,然后那个 学校,我有一段天天去啊 反正是,嗯,就就纽约人 就是住在法拉盛的人,应该那学校都 常来常往,免接走到头,啊 到了这个,呃,高速公路那儿啊,就是这学校 你知道吧,对,我我家 还有关系比较近的啊,亲朋好友啊 也在这上过,所以说对对这儿 是比较了解的,啊,但是不得不 说啊,人家通过自己的努力 啊,从一个学历不高的党工妹啊 一跃而变成了大学生 啊,而且还修了微积分啊 什么分子生物学啊,哎,这个 确实是,啊,可以值得 啊,值得大家去,啊,感动了一点啊 值得大家去觉得,啊,厉害了一点 但是,我单纯是觉得 把这些学校啊,就捧得这么高 就没必要,啊,不是说 一个人来了美国以后啊,考了 学校就非得是名校,在美国啊 其实说是学校很好考,就是你 只要不上最顶尖的那批学校 非常非常好考 甚至于,可能你进入社会 再回来上学校,比你本身高中 时候考SAT还要好考 你明白吗?而且呢,在美国呢 很多人为什么用社会以后 他再选择回来修一个学校 是因为在很多的州啊 他对这个,呃,大学生啊 或者你对你这个想上学啊 啊,是有减免的啊 就比如说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啊 那你是低收入人家给你一个补助 是直接能把你的学费免掉的 所以说那你又能,啊,再修一个学历 是吧,你何乐而不为呢 啊,是吧,即使是我爸啊 来到美国以后 好像也在某一个大学啊 就是修过学历 最后用的就是啊,就政府给了 这个贷款啊,自己没花一分钱 啊,当然他就还住在家,吃在家 所以说有一段我爸天天写作业 啊,那你能说我爸是吧 来美国奋发投降 考进了纽约某所名校 好像不能吧 好像不能吧 只是说有些人呢 啊,可能现在有些这个压抑的情绪 得不到释放 啊,碰到什么事啊 就,哎,我特别爱往高处跑 有人说,哎,你怎么一天换一个说法 我从来没有换过说法 坏就是坏 好就是好 一般就是一般 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 非要那样说的 你知道吧 啊,行吧,那这一期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只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因为,啊,确实我看现在呀 还有人问我这个事儿 然后我就,呃,是吧 就做一期啊,做一期 那行,那这一期就聊到这儿 啊,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这儿 大家,拜拜 啊,优优独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